一整条街40家的商店全部都被偷过 地点是在高雄市的福德一路 在这里的居民呢 出面控诉说治安的辖区实在是太坏了 治安这么差 警方虽然受理报案 但是到现在全部都被偷过的这几家商店 就是没有一家是破了案的 监视器就派下凌晨时间 一鸣窃到闯入民宅偷窃后 骑身机车离开了画面 而这起偷窃案发生的地点就在 高雄市福德一路 整条街短短不到200公尺 40名店家通通遇上偷窃 抢夺 甚至直接登门开枪洗劫的恐怖经验 恐怖的经验让这里的居民天天都难以入眠 而且报案了都觉得远景像是无效警力 因为信用卡被偷了 窃贼盗刷的画面也是自己调阅 更别提破案抓人 都拍得到啦 就是警方的情况 抓不到 对啦 抓不到 一个作为来改善民众对社会治安的观感 面对军民对治安抱怨连连 警方强调绝对有在拼治安 不过民众观感不佳 警方得要更努力 才能重建民众对玻璃市大人的信心 记者无锡尔王秀成高雄报道